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前面烧的都是这种鼠味草 在我们身心灵界里面 很多时候都会用这种植物 其实它是一种植物来的 它可以帮我们清理这个气场 有很多人觉得塔罗牌和宗教 是不是有双背道而驰的地方 其实只是鼠尾草这一件事来说 在很多天主教堂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神父讲道理之后 他好像是讲完道理之后 他会用一个圆的波 有一些烟熏出来 他这样伏下伏下伏下 其实跟我们做的事是一样的 好像清理那个气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 原来天主教堂里面 神父都会做一样这样的事 今天就不是讲和宗教有关的事 现在就来到新的一年 即是农历年 务率年 来到九年 当然我们讲一些 和中国的命理有关的事 我们今天都是互动塔罗里面 我都是打算出这个十二生肖 然后农历年里面 年头的时候 或者一个信息 十二生肖 有十二张牌 可能快点开始了 我们看看有什么信息 给每一个生肖 好 我们就会和平时一样 都是用这个领寒者塔罗 就会出了十二张牌 然后才讲解 很多时候十二生肖 我都会用其他的天使牌 不过今天我们都是用领寒者塔罗 来拿一个深一点的信息 因为我之前也有说过 天使牌 它会比较 预测性的范围 是少一点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了 请我们的天使 给我们十二张牌 给这十二个生肖 一些让他们带来 智慧和幸福的纯色 纸 丑 人 某 神 智 五 我今天这个烟大到 我有少少给他觉得 好 五 未了 羊 身 身 有 摔 狗仔 人说的 范太岁 太岁年了 摔 海 属猪 终于 我们要不要停一停 这个烟 它飘得很高兴 一直在 好 不让它影响 我现在就来讲了 我们冒苏年 2018年 当然西历已经到了 但是农历年的冒苏年 就来一波 冒苏年的年头的时候 十二生肖里面 我们可以要注意些什么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 又真是展开一个新的天地 紫熟老鼠的朋友仔 今年年头 你抽到这支 叫做 Integrity Integrity 诚信 诚信 这支牌 平时我们经常都说 诚信最重要的是 对自己真诚 对别人 还是其次 第二 最重要的是 自己对自己有多真诚 但是自己对自己真诚 这个课题 就不是一般不修行的人 是可以理解得到的 除非你真的有类小的智慧 真的有类小的修行 如果不是 其实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话 对自己的诚信 一般人是很浅的 甚至去到你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只要你生命里面 有一些某一些的范围 是达不到你想要的 或者不是太理想的话 你都会犯了这个问题的状况 或者是可能性的 所以诚信对于熟老鼠的朋友仔来说 就是说今年第一件事可以考虑的 是真的去找一些 或者是灵修的课程也好 又或者令你的心灵 是有一些的发展的 无论是如果你说 我已经是有宗教信仰的了 那没问题 向你的那个宗教信仰那里 是更加真正更加用心一些 去到学习 给多些时间 真的去到 让自己在你的心灵范畴里面 有一些的成长 OK 紫丑熟牛的朋友 熟牛的朋友 年头的时候 这个牌叫做achiever achiever来说 应该都是一个挺好的现象 我们看一看这个牌 大概就会有一些想法 因为achiever这支牌 我们看到它有很多人在 然后有很多人的样子在 它是很理性的一个牌匠 还有有一个人向前跑 所以它是预意了 你今年都会为自己 设一个清清新式的目标的话 其实你是很大可能性 会达到你所谓的 所以年头的时候 最好做的事情 好像很多人都会做 但也有很多人做的 就是为自己 今年设一个目标 人 熟老虎的朋友 熟老虎的朋友 还有今年年头 这支牌叫做Noah 知读者 知读者这支牌 我们一看一看 就会看到 有个爱因斯坦在上面 即是说 今年最好去做的 年头的时候 最好去做的 就是多方面增加自己的知识 特别是在你的专业上面 有没有什么范畴 你可以更加加深你自己的知识与学问 都是你最好着力的一个范畴 一个方向 某熟兔子的朋友 今年这支牌叫做Compassion 我再三是有mention 即是有讲的 就是说是年头的 没错了 熟兔子的朋友 这支牌叫做慈悲 慈悲就是说 今年年头里面 你也是修行是其中一个好的方向 因为我们知道 譬如说 好像这个手印 你看到这个手像 其实它也是一个手印 手印其实是属于佛教里面 所以不是说一定是佛教 只不过是慈悲 这支牌是 所以它是会代表了 是你一些心灵的力量 即是说 在你的人生里面 如果这些心灵力量更加增加的时候 对你的生活 对你的一整个人生 可能在很多范畴里面 都会有一个提升 一个改进 人某神 熟龙的朋友 今年这支牌 叫做negativity 如果年头这支牌 就叫做negativity 即是说 你要真的 好好地去观察你自己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大部分都是 就是负面的这个研究出来的说法 就已经是人所共知 所以我们是很自然 想负面的东西多过正面的东西 这个已经是一个人的一个杂性 所以熟龙的朋友 如果他提醒你 小心啊 小心你的负面思想 因为我们都知道 信念创造实相 思想也都会创造你的实相 就算不100% 我保守点说 就算不100% 也都一定会对你的生命 对你的生活 对你彰显出来的东西 你会遇到的东西 是有影响的 所以熟龙的朋友 最好的就是 留意自己 观察自己的思想之余 多些去到接近一些 带给你开心的 正面的思想 正面的能量的人事物 至少人某神之属蛇的朋友 今年年头 这支牌叫做Guideon Guideon 它是属于思想范畴的博 其实它和龙有少少一脈相通的地方 不过这支牌比刚才那支牌漂亮很多 我们看到 所以它就是说 你的头脑里面 其实都有一个天使小精灵 但是提醒你要Guide your thoughts 记得要引领你自己的思想 都是一样 提醒你的信念 创造你的实相 另外一个层面上 也就是说 属世的朋友 你今年的运势 运势都不差 就是说不差 所以你想的东西 都很大部分 心想事成的情况 很容易会发生 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呢 我们要小心自己 千万不要想负面的东西 因为心想事成 它并没有说 心想好事就成 坏事就不成 无论你想好事 坏事都会成真的 所以你就要小心自己 其实想了些什么 在想些什么 至少什么甚至 嗯 属马的朋友 今年这支牌 就叫做Trust Trust 信任 我们看到这支牌 是很温暖的 是的 它很温暖 有BB仔 在妈妈的怀抱里面 狗仔 在他主人的怀抱里面 都是很感觉到爱的 所以信任能够带出到 生命里面更加多的爱 和温暖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今年年头属马的朋友 你真的可以好好地 这样问一下自己 就是 其实我真正正相信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的东西 对我 是有造成多少的助力 又有造成多少的阻力呢 因为我们所信的东西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在每一个范畴里面 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信念 你最好就是 特别选一些你想 improve 你想有提升的范畴 譬如说 我的家庭的关系 我和家人的关系 今年是想着力想 improve 又或者我的金钱 当然我金钱是想有提升的 有改进的 那你就想想 在金钱这个大题目之下 到底你在相信什么呢 最好的做法 当然就是写下它 然后来到改变 如果我有些想法 它是带给你阻力的 不是助力 而是阻力的 那你就要改变那些想法 甚至 未了 熟羊的朋友 今年年头 这支牌叫做Fulfillment Fulfillment 这支牌有一支很开心的牌 我们看到它里面 有很多杯 都是满了的杯 它当然是代表情绪感觉 熟羊的朋友 今年就是说 一般熟羊 我们都知道 他们是比较悲观的 很容易流向于悲观的情绪 今年要小心 但是今年 很多情况之下 你都能够将自己 带回到一个满足快乐的情况 要记得 其实我们的感受 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并不是一定需要 受到外界的影响 有时你觉得外界影响 它这么说 所以我不开心 或者它这么说 所以我开心也好 其实这个原来 跟别人是没有关的 原来你自己的 开心不开心 等于一句说话 为什么你听到会不开心 别人听到会觉得 没事的呢 原来所有这些 满不满足得到 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 甚至五味生 生熟猴子 Sorrow 熟猴子的朋友 今年年头里面 你出了这一支 满满的一些 相感的情绪的一支牌 无论是一些什么事情 豆恋 又或者曾经有个 依然在你心里面的 一些负面的情绪 可不可以趁着放假的时候 自己给一些时间去到 医治自己的感受呢 我们的情绪是需要去到 发泄的 发泄这个字 并不代表我们就是 向别人 或者一定要大炒大闹 不是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给他 有机会 他流了抒发 或者用这个字 抒发了出来 当然 如果你说 我自己其实都没有什么途径 其中一个可能性 在我们子音塔罗解这里 都有很多很多的治疗师 老师出现过 去找一个你觉得有缘的 有眼缘 或者起码感觉上舒服的 一个治疗师来帮你聊天 其实塔罗斯当然是可以 让你有一个机会 将你这些存在了的 或者是一些未能够得到医治的情绪 可以得以治疗 得以将它排走 将它释放出来的 五味生友 有 熟鸡 熟鸡的朋友 今年这支牌 年头这支牌 叫做Magician 魔术师一号牌 这支牌 就没得撂了 年头来的魔术师 也就是说 你绝对已经掌握了 能够令你自己心想事成 正所谓 即是夸张点说 心想事成的所有方法 那你是不是身心灵里面 研究了很久 很多方法 或者听我们的节目 听了很久 我们也有很多老师说过 其实我们真的 本来我们已经是心想事成 不过你知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 魔术师这支牌 是完全正向的一支牌 即是说熟鸡的朋友 恭喜你 你今年心想事成的话 也都一样 小心自己会想些什么 新有蜀害蜀 熟狗的朋友 今年年头这支牌 叫做Change 改变 这支牌又来得好像挺适合时间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算在中国的历法里面 都是说犯太税的时候 其实就等同于是一个转运 或者是一个转类点 一个运气的改变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完全是代表好或者是不好 就算那个不好 都是为了下一个新的契机 而令到你旧史的草埋了 或者旧史还未能够可以好好掌握得到 或者去到治疗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是能够将它改变的一个机会 所以熟狗的朋友 改变这支牌也都告诉你 在年头的时候 你真的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自己去看看 其实你生命里面有哪些范畴 你真的要好好地去改变一下自己 不过熟狗的朋友 我们都知道 其实也未必只熟狗的 很多生肖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生肖是其中一个范畴 我们知道你的八字里面 你的日元才是最影响你的那一个元素 就是说我们都会有很多极端 或者很执着的时候 凡是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在一个执着的状况 只要你是不执着 其实你又怎会不开心呢 你不执着就是说你是放得开 曾经发生过的任何事情 是曾经发生过的 已经过去了的事情 为什麽还要拿着不放 一天伏一天去说呢 正是这些状况 已经是绝对应该需要去改变的了 但是为什麽 有多少个人真的愿意去改变自己 又或者说是 好像刚才那一个题目 就是说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曾经不开心的东西 曾经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当下 今天或者明日 而去到记住甚至说 所以今年 除了特别是熟狗 还有其他生肖 都不要再去说以前的任何事情 其实当然能够帮到我们的 最好都是很多很多的 就是 spiritual exercise 为什麽有那麽多 New Age 里面有那麽多的 那麽多的学问 其实都是帮我们的心灵 精神是更加容易 以前的人可能要打坐 在菩提树下 打坐几百年多久才会成道 但现在其实真的有很多的tools 很多方法 可以帮我们快一点 能够有很多的开晤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的 好了我过了时间 那出海 最后一个 熟猪的朋友 Preserver Preserver 熟猪的朋友仔 今年年头 这只Preserver出现的话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好的景象 告诉你 今年你都会很丰盛 会有很多的得着 但是也都要好好地 将你储存了 你以前已经是 学懂了的 储存了的很多东西 怎样将它 真的活用在你的生命里面 帮到你自己资源 也都帮到你身边的人 你已经积累了很多知识 很多好的东西 已经足够了 将它真真正正的用出来 帮到自己 也帮到世界 帮到你身边的人 希望大家在慕苏年 都有一个好的开始 很快乐 很开心的开始 尤其是今年 我们是这么接近 2月14日 又是情人节 这么多的知识 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要让自己 在一个充满 积极正面 还有今天有很多牌 都有抽到的 就是自己的思想 记得多些练习 用meditation 如果喜欢的 或者其他的方法 如果你有的 去到练习 是observe到 观察到 自己的每一个思想 好好地带领自己的思想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